你敢信 这个超大的弹壳竟然是两套机甲合体而成的 塔堡弹神终于也更新了 动画还没来得及看 包装上的角色完全不认识 葛翼龙王 名字贴上去很酷嘛 哎不对 这是双合体的弹神 蓝翼鸿和葛尔鸿 我来个气 看样子个头还不小呢 除了弹神形态 还有机器人和恐龙形态 炫酷灯光 原生意觉 东西还不少呢 恐龙脑袋都成了费劲 长得还挺凶的 这个应该是武器 圆弧的造型看着像个盾牌 该主角登场了 好家伙 立在桌子上 一点都不像平时玩的面型玩具 看着一对超大的黑色翅膀 比机甲形态的半身还高 背后还有金色的花纹 哎 有开关 是卡宝的主题曲 还有自我介绍 打架之前先自爆加门 很懂礼貌嘛 拿上你的武器盾牌 龙头插在手臂上 这就是机甲形态的完全体 呃 霸气倒是谈不上 总感觉像是长胖了的蝙蝠呢 尤其是胸甲脑袋展开的瞬间 还是看着说明书 集体口龙形态 看看是什么样的吧 蓝异红集体完成 黑黄蓝红白 身体颜色超级的丰富 这个身材比例 看上去就要和谐不少 这好 再来看看另外一只 格尔红变形完成 机甲冰上的武器一前以后 组成了头和尾巴 尸体和腿部还有护甲包裹 战斗力不清楚 防御力绝得强 不是 集体口龙形态后 音效也会跟着自动转换 虽然听不清在喊的什么 但我猜应该是蓝异红技能的名字 看看弹身形态会不会还有惊奇 啥情况啊 这弹一半变完了 咋还有这么多恐龙在外面 看着那么像自行车头盔呢 啊 机甲龙袋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家伙是真的大 砸在手上超级的有分量 就是可惜 不能像之前的战神系列落地自动变形 要真实那样 简直就帅爆了呀 看保必经 好 i know how she who